上期双11开销了佳能机器X3 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我来谈谈我的使用心得 你看到的我的这段视频就是佳能机器X3拍的 大家最关心的对焦的问题 因为我拿到机器比较晚 它已经内置了第一次的固件更新 那现在我已经升级到了第二次的固件更新 在一些环境比较复杂的时候有一些犹豫 这个相机主要是记录生活的 第一次拍的不成功可以补拍第二次 然后它的屏幕对焦功能非常方便 你就点一下就能把它拉回来 这个和索尼黑卡的对焦是有差距的 这个差距我相信也可以用差价来弥补 机器M3美颜的效果真的是 我为什么要买 因为我手上的这台GoPro7在夜晚的效果实在是 终于走出这个山了 我原本以为GoPro7就是最佳的随身Vlog设备 我曾经还把它武装到了牙齿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它 Vlog还是有一个自拍品一个人拍的时候要方便很多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买一个iPhone 11 Pro 当自己的随身Vlog设备 这一代的iPhone已经有了炸裂的视频拍摄表现 自拍如果只用前置摄像头的话 我感觉有点委屈我自己这张英俊的大脸 我已经有了富士XT3所以比它体积大的或者相同的 我也不会考虑 接下来很多时候我都会去拍美食 去一家店你和老板不熟的话 你总不能拿一台大的机器过去 人家还以为你是来检查卫生 我记得最早的是索尼的T系列 我们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广告 我还买过佳宁的XR系列 甚至还买过卡西欧的卡片相机 我现在还有佳宁的这台G12的相机 当年也是旗舰机 但现在的卡片机不论拍视频还是拍照片 比以往的机器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台相机体积小巧方便携带 甚至搭配它的V型无线麦克风 还有L型的扩展板 小的脚架还有小的LED灯都可以塞在口袋里 这样就盘活了整个系统 容易携带方便使用 才能促使你更多的用 多用就会值回票价 能够记录更多的生活场景 我已经非常期待下一个旅行就只带这一个机器 这么小的相机它是有三波轮的 第一个就在镜头后面的光圈波轮 第二个是隐藏在菜单附近的快门波轮 还有机顶的EV波轮 你还是可以用M档来拍摄你的视频和你的照片的 惊不惊喜 当然很多时候我拍视频都是放在视频档 然后用EV波轮来调节明暗度 重点来了 佳能的绝活 肤色 之所以是美妆博主的最爱 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拍Vlog人像直出就可以了 减少制作周期 节省时间成本 同时它的视频文件也非常容易编辑 不会在剪辑中出现卡顿 对于我们这种还在使用老旧的苹果笔记本的用户十分友好 感谢吉地分享了这台相机的方方面面的使用知识 使得我都不用再花时间去研究这个设备 更多的精力放在视频的内容创作上 请关注一起去玩频道 等你来玩 按道理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一定会有人说你讲这么多都没用 没有华为来卡相机好 所以同时也为你们准备好了 顺便收割装